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台南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协会着于国际慰安妇纪念日设置了台湾第一座慰安妇像,妇女救援基金会则前往日本交流协会抗议,要向日本讨公道。 外交部今表示政府无参与此事,将持续与日方协商。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今天则说,不会对台湾内部活动提出意见,针对该议题,日本政府立场和过去一致,透过亚洲女性基金的各项措施面对此事。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于佐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时,协助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协会,在市党部前设立台湾首座慰安妇同项,并强调此举并非在于挑起仇恨,而是求真相与和解。 常年为台湾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权毅的妇女救援基金会昨夜前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外抗议,表示要向日本讨公道。 不过台南市新闻处长许舒芬说,活动由国民党一手规划进行,该协会于今年4月在国民党的协助下成立,举办地点在国民党南市党部,揭牌的也是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从组织成立到活动规划宣传,都是国民党的政治活动,该同项是台湾第一座慰安妇项,引起日媒注意。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则表示,这与日本政府的立场和至今为止的努力不相容,对此感到极为遗憾。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今天回答媒体提问时则说,已注意到此事,包括交流协会外的抗议以及台南的相关活动,不过交协对台湾内部活动不会提出意见。 针对此议题,交协表示,日本政府立场和过去一致,长期透过亚洲女性基金的各项措施,面对此事。 但对于世界各地设置或展示慰安妇项,与日本政府的立场和至今为止的努力不相容,让人极为遗憾。 日本政府主导创设的亚洲女性基金曾向台湾受害者制纵不偿金和首相道歉信,但许多受害者以日本政府责任不明确为由,不愿接受。 外交部今天则对此表示,有关民间团体与台南临百货前树立为安妇同降仪式,我政府一向高度重视台及为安妇问题,对处理此一问题及争取原委安妇尊严的立场不变,今后将持续与日方协商。 为部分民间团体于台南市区设立为安妇同降仪式,政府并无参与。 12点40分更新 12点40分更新